烏克蘭史無前例 入侵俄羅斯領土的行動 將滿兩週 而總統澤倫斯基昨天首度說明 攻入俄羅斯的庫斯克州的目的 是為了在該地建立緩衝區 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十八號 首度清楚說明六號跨境 攻入俄羅斯庫斯克州的目的 基弗六號對俄羅斯庫斯克州 跨境攻擊 是俄羅斯衝突以來 對俄境內最大規模行動 十六號 烏克蘭宣布摧毀 鄰近城鎮格魯西科沃 另一座橋樑 澤倫斯基此前 對相關行動的說法是 加固當地陣地 俄羅斯十八號 針對華盛頓郵報十七號 報導烏克蘭相關行動 導致俄烏就停止 襲擊基礎設施等間接談判 難以再續予以否認 表示未曾針對民用 關鍵基礎設施與基辅談過 華郵報導指出 兩國將與本月派代表前往卡達 就停止襲擊雙方能源及電力 等基礎設施進行談判 等同部分停火 但因烏克蘭跨境攻擊俄羅斯 導致談判脫序 公視新聞黃遠玲編譯 知青玲編譯